最迫切的事就是找水 即将面临最艰困的考验 它们每两天 可能在四个月之后 这里有些动物会锁定虚弱的大象 它们的宿敌 这次只要等干旱和疲劳发挥作用 在四击下手 小象是个容易到手的目标 但是它从不会落单 顶其掠食动物 但白天时大象站在上方 它们可以轻易杀死狮子 它们在脑中建构了这一篇 到这里有个秘密 有个不折不扣的世界奇观 奥卡万高三角洲 而是将远方山脉的雨水 带到这片干渴大地 奥卡万高河不是注入大海广袤的湿地天堂 这是许多动物 让一万八千只大象 在沙漠的心脏地带全面 在沙漠的心脏地带全面 一起学游泳 它们可以当十年的玩伴 直到成年 它们可以当十年的玩伴 直到成年 如果它们可以顺利 现在三角洲 让它们暂时有了喘息的机会 月二十一日是夏至 前落之后 第二天 我们分开 两天 这一天 Нов废地带全面